嗨,大家好,我是七月 今天呀,准备在家包点饺子吃 平时你们都喜欢吃什么馅的呀 我呀,很简单 除了酸菜馅不咋爱吃 其他的都还行 一般情况下,就是三鲜馅的多一些 昨天我搅了十块钱用馅 那我们今天就来包点肉三鲜馅的饺子吃吧 我的做法很简单 先打三颗鸡蛋 用油锅煎熟准备待用 然后再把肉馅依次放入水、油、鸡蛋 以及大量的蚝油 还有13香牛肉粉 把它们搅拌均匀 放进切好的韭菜沫里 再次搅拌后 再放入一把用热水浸泡过的海米碎 这样调出的饺子馅非常的鲜美 这个五盐六四的饺子馅是上次剩下的 它里面的馅料非常丰富 大概有八到十种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里面大概有青椒、木耳、胡萝卜、角瓜、牛肉、虾仁 还有什么有点想不起来了 总之就是营养丰富就对了 好了 说话的功夫我们已经包了好多了 您看我包着饺子还行吗 形状嘛是不太好看 总之能捏上就对了 哦 对了 我包饺子这手法呀 随了我爸了 特别的能装馅 所以我包的饺子呀 各个小度溜圆 你们平时都爱吃饺子吗 都爱吃什么馅的呀 评论区告诉我 回头请你们吃饺子哦 好了朋友们 话呀说到这儿 饺子呀也入锅了 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开始吃饺子咯 正好把我昨天做的蒜茄子夹出来几颗 配上皮儿薄馅大的饺子 那就一个绝呀 好了 我都迫不及待了 赶紧咬一口给你们看看馅吧 你们猜一猜 我的这两种馅 哪一个更好吃呢 别人不知道 我姑娘是挺爱吃的 好吃 我们下期再见吧 真行